男生坦承一點真的比較好 因為等到你們開始交往以後 才爆發出一些 不為對方所知的習慣 這個很耽誤你們的交往 你們有曾經交往過女生 結果他們持續跟前任的男友 保持聯絡的舉手 好 群哲 還有仲豪也有 7號 所以群哲你 你那位也是 一直跟前男友藕斷絲連嗎 就是會趁我沒有時間陪他的時候 會打電話給支持這些男朋友 只是打電話 對 你怎麼知道 我會看手機 你會偷看人家手機 這是很多女生才會做的事情耶 對啊 想不到連男生 都會做這種事情 有安全感 你覺得不應該看對方的手機嗎 當然不應該 但是我發現現在很多人 很喜歡看人家的手機 我覺得這是不禮貌的 妳這樣講萬一這邊 有很多人都看過男方的手機 我覺得女生如果看男生手機 已經算是很小心眼了 對 男生是看女生手機 你就是懷疑嗎 懷疑大家誠實一點 你們看過交往中的男生的手機 請舉手 不小心瞄到一看 寶媽 誠實一點 我想要誠實一點 男生會看的請舉手 好 但是我還想問一個問題 男生會看女方的手機嗎 有兩位 好明顯看 所以女生比較多 你看嘛 看有什麼用 還不是人家劈腿 後來是因此退了嗎 就覺得沒有信任 你很愛 你很愛吃醋喔 對 其實你只要不要 你越不在意 她其實就會越在意 就是因為這樣太在意了 所以她才會這樣 但是我很想問就是說 轉換一個角度 如果你們跟你們前女友 還是會這樣的話 你們的女朋友會怎麼樣呢 你們會不會做一件這樣的事情 等一下 老實一點 有跟前女友不管在講什麼 有通過電話或者是發過簡訊的 MSN也算 Email也算的請舉手 老實一點 不管是什麼事 老實一點 三位 我不相信 她很誠實啊 幹嘛 你認為都有是不是 我覺得都有 都有啊 對啊 陳俊生會跟前女友聯絡嗎 我大概一排一百多個 好噁心喔 全部都在通訊錄上面 剛剛跟前女友聯絡有估量球嗎 有沒有你 有 你告訴我們原因好不好 為什麼要跟前女友聯絡 因為我覺得兩個人分手 並非就一定不能成為好朋友 其實一個年齡層吧 就是比較成長之後 我覺得聯絡變非就是會再複合 因為畢竟在社會上成長 有許多還是不懂的 可以互相學習 互相成長 你現在講的是 兩性專家講的話 我想請問你聯絡些什麼 聯絡些什麼 交換生活經驗啊 對啊 就是生活經驗之類的 他是電腦維修人員 所以他可能要去幫他維修 電腦壞的對不對 對 這太可以 你真的有幫他修電腦嗎 沒有… 這個太親密囉 沒有… 你幫他修電腦時 他穿的性感嗎 沒有 那個不是平常劇情片喔 是 好 那我們跟講 男生這邊比較矛盾的是仲豪 衝浪小子 仲豪 你剛剛兩次都有舉手 就是你的女友也曾經 跟前男友聯絡被你抓到過 然後你自己也有跟前女友聯絡 所以你是怎麼回事情 就是你覺得這個很正常嗎 我覺得有點像亮秋這樣說吧 就算分手了 可是既然會在一起 一定是有一些 彼此互相喜歡或欣賞的地方 所以說聯絡我覺得OK 那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男生有點就是 自己價值觀不一樣 對 我們會覺得我們前女友聯絡都可以 可是女生我們就會嫉妒 這樣很過分 好棒喔 我覺得講得好坦白喔 對 沒錯 坦誠一點比較好 我覺得男生應該就是應該像他這樣子 有話就說 對 我可以跟前女友聯絡 可是你不可以跟前男友聯絡 媽媽幫你加3分 7號 等一下你們記住 我覺得這種老實的男生不多 對 媽媽還有女兒 還有 對 還有兩個 一個雖然最近有爆出說還OK 但是都未經證實 媽媽妳不要再介入兒女之間的 我不介入啊 所以我都覺得還有兩個兒度 我還有兩個兒度 好 所以男生坦誠一點真的比較好 因為等到你們開始交往以後 才爆發出一些不為對方所知的習慣 這個很耽誤你們的交往